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馬德法克大逃亡》這部電影 男主角安傑利諾 住在一個叫黑肉城 非常龍舌混雜 血腥暴力的地方 各種非法行為通通都有 大概就像莫茶哥那樣 啊男主角嘛 是個沒讀過書的22歲孤兒 目前靠打工送披薩過火 這天 他在工作途中 突然瞥見旁邊有個雙馬尾正妹 馬上被對方吸引 看得目不轉睛 下一秒 他就因為騎車沒看路 被一台經過的大卡車撞翻 不過身為主角 就算被火車碾過也不會死 所以他只是受點輕傷而已 最後他帶著滴落的心情回家 和同住的好朋友 頭上會一隻冒火的小微 分享今天的倒楣事 順便為他養了寵物 可愛小蟑螂 窮人養寵物 就是這麼簡單輕鬆 隔天一早 睡醒的男主角 感到頭痛欲裂 擔心自己腦袋被撞壞 此時 他們的朋友小莉 突然跑來找他們 吵著說想去外面吃喝玩樂 於是受不了他噪音的男主角 就要頂著頭疼外出 但路上他卻驚訝發現 不知為何 有些路人的影子上 都長出奇怪的觸手 難道是被車撞的後遺症嗎 不過其他人都沒看到 所以他也沒想太多 認為去旁邊的小吃店吃點東西 休息一下就會好 巧的是 吃到一半時 昨天那個正妹 竟然也跑來這吃東西 緣分來了擋也擋不住啊 不過男主角太純情了 跟我一樣 不敢上線搭訕 還害羞的趕緊帶朋友們離開 只是外出走沒兩分鐘 男主角就注意到 不知為何 有一堆黑衣人在跟蹤他們耶 總之為了擺脫黑衣人 主角們迅速躲進小巷子裡 並趁對方反應不及時 將對方各個擊破 男主角也突然像神力附體一樣 一腳就把其中一個黑衣人 踢費好幾公尺遠 眾人便順利從黑衣人手中逃走 接著 眾人一邊回家 一邊討論為啥黑衣人想抓他們 只是想破頭也想不到原因 畢竟他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回到家後 主角們正想放鬆時 卻聽到外頭傳來奇怪聲響 男主角便衝到門邊查看 近看見一對武裝警察 對方還惡化不說 直接對著門掃射一番衝了進來 那既然敵人都動手了 就不能乖乖等死嘛 所以主角們也盡全力反擊 像是多數披薩 讓蟑螂飛去纏住對方 或是拿殺蟲劑噴小微的頭 瞬間製造高溫火焰 然後男主角又很突然的被神力附體 不僅能閃開子彈 還能飛眼走壁 三兩下就打趴殺進來了警察 再趕緊跳窗翻牆閃人 和小微平安無事地逃跑了 最後兩人躲到黑厚城的另一個區域 棕櫚山 可是黑衣人 也不知怎麼找到他們的緊追而來 而且這次還有個隊長 戰力超強的大白負責指揮行動 不過黑衣人的行為太高調了 讓本地幫派 紫衣幫不是很開心 結果雙方互看不順眼 就蹦蹦蹦打了起來 有主場優勢的紫衣幫也佔據上風 但詭異的事情就發生了 一名被擊殺的黑衣人 竟變成一團黑色觸手怪物 隨便就殺死一對紫衣幫成員 而在旁趁亂逃跑 看到這一幕的男主角 也馬上想到 這不是白天看到的觸手影子嗎 所以這些人是怪物囉 總之他們趕緊偷走附近一台冰淇淋車逃跑 並喊又追來的黑衣人 展開一場激烈的追逐戰 然後男主角為了趕快甩掉黑衣人 就牙翼啊 直接加速衝刺 隨著地形起飛 從橋頭飛到橋尾 阿追來的黑衣人沒有主角命 當然是飛不過去的摔死了 接著 主角們逃到街上想找東西吃時 就又看見之前那個正妹 對方也熱情的邀請他們一起吃飯聊天 沒想到 這其實是一場騙局 正妹竟然黑衣人有一腿 因此他們就被冒出來的黑衣人打混抓住 等男主角在醒來時 已經身處一個滿是機械的奇怪房間 有個老男人 就透過螢幕告訴他說 哈囉你好 我叫K 其實你的真實身份和我一樣 都是叫做促手族的外星人 目前促手族已經大局入侵地球 滲透到人類的各個階層 並推行各種 能讓人類世界更加混亂的法律 因為我們是靠高度負能量存活的 人類世界到處都是正能量 爽啊 阿妮父親當年卻無事規定 和人類同婚生下了你 你父母還為了保護你犧牲生命 將你藏到我們找不到的地方 結果長大了你成為特異體 擁有了促手族沒有的人性 和無窮的潛能 實在挺棒棒的 所以我要你去殺了小微 放棄無用的人性 乖乖變回我們殘忍無情的促手族 協助我們壯大勢力 懂? 同時 K派出自己的女兒 正妹女主角露娜 用特殊能力去解除男主角的人性 可在接觸過程中 女主角看到了她的回憶 感受到人類的愛 導致行動失敗 K便決定把男主角丟去牢房 如果明天她沒有殺死小微 就把兩人一起殺死 事後女主角問K 爸爸 你不是說我這種混血兒 無法在人類世界生存嗎? 為什麼男主角可以? 你是不是騙人家? K則大罵她 像男主角那樣過這麼慘 有比較好嗎? 要她不要再講廢話了 至於被關到牢房的男主角 正努力和本性抗爭 內心深處 一直想殺死小微 不過主角就是屌 想克服什麼 就能克服什麼 所以她成功保持人性 還靠著觸手族的強大戰鬥力 隨便就破壞牢房幹掉警衛 帶著小微逃跑 另一邊 有群一直偷偷在保護世界和平的蒙面集團 就透過各種線索殺到這裡 然後就很剛好的 就走男主角等人 和一個被觸手族綁架的 超聰明科學家 之後科學家告訴眾人 被綁架的日子裡她調查出 觸手族是非常懼怕寒冷的 他們來到地球後 不停破壞地球環境製造暖化 因此要消滅這些外星人 只要製造寒冷就行 於是蒙面集團就在科學家帶領下 用三分鐘打造天氣控制火箭 並咻咻咻射到天上 隨著劇烈爆炸後 原本陽光明媚的天氣 瞬間變成大雪紛飛 所以怕人的觸手族 都因著突如其來的天氣奏變 紛紛結凍成藍色冰塊死掉 而男主角嘛 因為是特異體 有比較強的抵抗力 但也同樣會被凍死 幸好這時 女主角神呼奇蹟出現 撲上前抱住男主角就是一吻 讓她的心瞬間暖了起來 能抵抗寒冷 女主角還告訴她說 之前看到你的記憶後讓我明白 原來我們這種特異體 也能在人類世界生活的 謝謝你 讓我有了新的人生目標 但話才說到一半 大白就嗨的跳出來攻擊他們 因此男主角為了保護大家 就和大白展開生死對決 不過打沒10秒 之前的紫衣幫就突然出現 說實在要為之前的世報仇 蹦蹦蹦蹦的幹掉大白 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而女主角嘛 也在混亂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最後 天氣漸漸回暖 黑肉塵也變回以前的樣子 男主角和小微繼續過著以前的生活 偶爾有空時 她就會寫封信 折称紙飛機射向天際 希望某天 這些思念能傳達給女主角 至於觸手足嗎 則是躲在月球地地上伺機而動 尋找下一個入侵地球的機會 看完後我就在想 人生的許多事情 雖然盡力去做 不一定會有完美的結果 但不盡力的話 一定是不會完美的